故事我们只在《华严经》上看到 静虚空变发界 一些族群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只是在经典上看到 他们能够融洽 欢乐 聚会在一起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 这个就说明了 大方光佛华严 是我们设计的生活 并没有 与我们生活脱级 新加坡 居士林跟进中学会 发起要创办佛学院 给米桃村 全世界的同修们都关注这桩事情 我们在网络上 这是从中国 东北的一位居士 辽宁省的居士 提出一个问题 到米桃村 来修学 要办什么手术 手术是要的 需要交费 不需要 我们米桃村 完全免费 进来之后 一式住行 我们通通供养 可是外地到新加坡来的 必须要取得新加坡 货法的居留 如果不能取得货法居留 那么只能在米桃村 短期修修 我们一样照顾 一样供养 住进米桃村的条件 非常简单 就是你真正发心 听经念佛 所以这个不是老人业 不是养老的 是来修学你的 是真正修学的道长